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王炳生 我讲个风格是只讲肝活不说废话 上一节我们讲了正东 正东为正卦为长男 为手脚为肝胆为神经 他如果有被嗑了 或者有物体煞容易会出现哪些问题 这节呢我们来讲讲这个东北脚 东北脚比如说如果有厨房 他就有皮肤病 如果遇到水 就东北比如说有这种水毒箱 是吧水毒箱 鱼缸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吧 就有种鼻炎或者是腹肿 为什么呢 东北为什么为根卦 东北为根卦 他是为土为肠位为哨子 另外就是我们根卦更为什么 根为山是吧 根也为山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面相来说 鼻子就是为山是吧 也代表根卦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鼻炎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东北脚有厨房 厨房为什么有火 火旺就会 火旺是生土的是吧 但是火旺也会土造 土造土住什么 土住皮肤 就是皮肤搔痒 容易发炎 红肿这种现象 就容易出现了 另外呢这个地方如果有这种洗碗池啊 水龙头啊 比如说水毒箱啊 鱼缸啊 这都是水的东西 对吧 他就会 要不就鼻炎 要不就会 腹肿啊 这种问题 因为 这个根卦也代表 也代表鼻子嘛 是吧 代表鼻子 他会容易出现问题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腹肿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地方根卦为土 是吧 有水 水 水 涮到土之后 水 土虽然是磕水的 但是水来了之后 也会把这个土给泡起来 这个土一泡 它不就肿起来了吗 就浮肿了吗 就是这种淤泥的像 另外根也代表什么 脾胃 代表腰脂 这个地方就用电冰箱呀 这个脾胃是不好的 脾胃不好的 就容易腰酸腿疼啊 因为电冰箱 这个它它是容易输水的 输水的 输精水的 它是卸这个土 这个土就走阴寒 是吧 寒气 那么它自然就会 就是肠胃就容易有寒气 是吧 胃寒胃冷 那就是腰酸腿疼 就会出现 另外 东北上 东北方向有一些明显的这种煞 这种物体煞 叫 儿不生育病在家 手伤疾病难治 风邪狂乱 出哨网 这个就主要是起的儿 哨 哨 哨子 哨子就是最小的儿子 他就容易生病 或者是容易手伤 身上有各种疾病 容易出现孩子夭折的像 当然这个段 我们也结合时代 特别是古代的时候 东北方向有这种物体煞 这种哨子 它是很容易夭折的 但是现在来说 医疗水平比较发达了 所以说它这种夭折的像 是比较少的 但是呢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这个孩子 不爱吃饭 通宵体肉多病 有鼻炎的问题 或者是身体 容易皮肤不好 有这种湿疹的像 这个是容易出现的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风水的常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